祝你能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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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带着一个感恩和兴奋的心 再次与大家在视频上见面 分享 最近刚刚从印尼回来 在印尼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就是向一群两百多位的牧师传道 跟他们一同来分享 特别有关于在生命侍奉 这一方面的信息 所以这一次在录影的过程当中 也盼望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我们既然强调信仰是生活 生活是使命 我们强调我们的整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生 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生 就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生 那同样的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里面 我们也谈到每一天 无论在我们个人 在我们婚姻家庭 甚至在职场 甚至到教会 我们都在扮演一个所谓侍奉上帝的角色 当然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更是如此 可能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小组长 可能我们是主日学的老师 可能我们是一个团体的同工 甚至可能我们是一个部门事工的负责人 甚至是教会的职士或的长老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我们实践生命侍奉的内涵 实践生命侍奉的内涵 那基本上呢我们要看的经文 我们特别是从保罗的身上来思想 保罗他到了贴萨罗尼加的教会 在贴萨罗尼加的地方 那么他在当中跟他们有服侍一段的时间 有一些宝贵的经历 那么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第二章 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二节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保罗其实把他怎么样实践一个生命侍奉的内涵 很具体的说了出来 贴萨罗尼加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保罗这么样说 弟兄们你们自己远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土兰的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受害被害受入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上帝放开胆量 在大征仗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污秽 也不是用诡诈 但上帝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新的上帝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惨媒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上帝可以做见证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老路 昼夜做工 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 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上帝做见证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么样劝你们 安慰你们 祝福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要叫你们的行事 对得起那 招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上帝 经文稍微长了一点 但是这一段的经文 保罗基本上把他的心 掏了出来 跟贴萨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谈他们的生命侍奉的内涵 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 一个重要的概念 实践生命侍奉的内涵 第一个我们学习的功课 持守清晰的侍奉主题 持守清晰的侍奉主题 你看第二节 第四节 第八节 第九节 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 保罗重复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什么概念呢 子传福音 第二节他那边说什么呢 他说呢 在大征仗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 第四节他说呢 上帝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那第八节呢 他说我们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第九节呢 他说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 保罗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 生命的侍奉 第一个重要的内涵 持守清晰的侍奉主题 就是子传福音 当然要把它稍微变成实践性的话 福音在保罗的概念里面 其实只有一个主题 就是耶稣基督 福音就是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的受难 耶稣基督的受死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升天 耶稣基督的再来 从福音保罗强调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使命 所以简单的放在今天 我们现实的信仰生活里面 当保罗说子传福音 他整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活出基督 换句话说 我们无论今天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在个人生活中 工作中 教会中 无论怎么样 我们记得 我们有个很清晰的 侍奉主题 就是子传福音 我们所说 我们所做 我们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 最终就是能够让耶稣基督 透过这样的一种的生活 侍奉 让别人能够因此 看见耶稣 听见耶稣 感受耶稣 信靠耶稣 那从教会侍奉的角度来看 无论我们在哪一方面的服事 从儿童施工 到青少年施工 到成年施工 到松伯施工 等等 在音乐的服事 在任何一方面的服事 我们要记得 一个清晰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子传福音 表明什么 无论我们所参与的是什么 最终能够让人跟耶稣基督 有直接的关系 让人在他的生活当中 能够跟耶稣基督 有生命之间的互动 最终他们能够经历耶稣基督 他们能够做一个扎实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清晰事奉的主题 子传福音 这是我们今天实践 生命事奉的一个考验 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标榜人 高举人 甚至容易的凸显自己 高抬自己 但是侍奉的主题只有一个 这也是保罗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所强调 比如说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什么 他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因此保罗才会说的那些的话 他这一个这么在前线服侍上帝的人 他说什么 他说呢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保罗说因我活着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恳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 职场生活 教会生活 我们这一些侍奉上帝的人 让我们持守清晰的侍奉主题 这传福音 保罗对 帖上奴隶家教会的弟兄姐妹 重复的告诉他们 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把福音传给你们 一直不断的提醒 你和我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侍奉 一定要锁定 耶稣基督 所以求天父帮助你和我 盼望今天在你个人 生活 侍奉当中 一直不断的抓稳 我们侍奉的主题 就是不断的让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身上 造成显大 也让别人 因着我们 跟他们之间的生命的互动 服侍他们的过程 他们也一样的锁定这个主题 扎实的跟随耶稣基督 生命侍奉的内涵第一 持守清晰的侍奉主题 自传福音 上帝赐福你